当今世界,几乎所有国家都知道,中国有一款叫做航母杀手的武器,那就是东风-21D导弹。 说起这款武器,已经够让人打寒的了。但是相比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另外一款增程版的东风-21D,那就相对逊色了。 据央视介绍,它和长肩背,可实施快速核反击,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,实施常规中远程精确打击。 严谨一概的几句话,道名,了东风-26弹道导弹的实命和性能,那就是对远距离海上目标实施打击。 这一定位与东风-21D类似,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射程更远,威胁力自然也就更大。 此消息也让不少外媒惊叹,因为这款导弹自2015年9月份首次亮相到2018年,服役列装部队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。 不过,外媒的这种羡慕和惊叹,在几年前却并不是这样的,甚至是抱有极强的质疑态度。 认为当时中国的东风-21D反舰弹道导弹,只是口头上吹嘘的厉害,没有经历实战检验,说明不了什么。 为了证明和验证这款导弹的实战能力,中国在2011年将因事故被撞而报废,得远王四号测量船改装位把船,并拖到渤海湾。 随后中国对其发射了一枚东风-21D弹道导弹,最终命中目标将这艘万吨巨舰击沉。 在这枚导弹射出去并命中目标后,有西方媒体认为这次试验不具说服力,因为把船在整个过程中都只是在缓慢移动。 但,事后美国五角大楼在得到消息后陷入了短暂的沉默,直到美国军方根据卫星监测的结果确认这次试验成功后, 才正式给他取了一个航母杀手的绰号。 此次官方公布的东风-26服役消息传出后,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,这款导弹的射程据说达到了4000到6000公里,如此远的射程还能保证它的精度吗? 对此,军方专家已经给出了答案。 他们认为东风-26,实际上由于弹道更长,变轨和临时修正能力比东风-21D更强,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实际能力。 作为中国手上的王牌,东风-26单道导弹未来装备高超声速滑翔单头后,将具备更强突风能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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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